各位早晨,早陣子就是Halloween 在幾年前,我記得一年前 應該兩年前,因為去年我在香港 兩年前的Halloween,我去了看一個Opera Opera在背景上有些音樂 即是現場的樂隊 然後在畫面上播出很舊的黑白 沒有對白,只有音樂的麥片 就是來自1921年,總之是20年代的舊片 Los Veratu,據聞,聲稱是第一出的吸血鬼殭屍的電影 因為兩年前有Facebook的當年今日 我就翻帖兩年前,怎樣一個人很浪漫地度過Halloween 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咦,有出70年代80年代的番拍版本 有美女Isabel Arjani看的 你可以找來看看 於是我就找來看看 通常來說,這些番拍片都是一般的 所以我的期待不太高 直到我留意到那個導演 原來是Werner Herzog Werner Herzog 即是他很多產 有些片比較好 有些片有沒有那麼好 即是他的水準也很浪漫 我猜不到原來這出的番拍 算是番拍得很好 其實是有一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的故事其實是跟Los Veratu 他真的是番拍 基本上是番拍一模一樣 所以我不重複 大概來說,有個男人 因為工作的原因去到城堡 其實那個是地產經紀 大概是一個地產經紀的人物 他就去到城堡 那人看到城堡的寶主很怪 其實就是那個吸血鬼 因為他的樣子就像吸血鬼一樣的樣子 然後發生了很多怪事 這隻吸血鬼又跑出來 令到死了很多人 甚至去搞男主角的女朋友 又跑去找他 吸血鬼 究竟人類能不能戰勝這個吸血鬼 是這樣的故事 他這出的故事 基本上是完全一樣 這是構成一個問題 因為他原創的劇本 已經是有這樣的問題 他裡面有些情節 你會覺得是多餘 是不好看的 即是當他的故事 在他的主角 在吸血鬼的時候 其實是好看的 即是二十年代 沒有對白的版本 都是好看的 但是他中間 是有一個大版本 說了其他角色 例如說瘋子 原創的 我想他是想 有些搞笑的 其實是搞笑的 是搞笑的 是搞笑的 他回拍他有 他連不好看的情節 都搬過來 你會覺得他剪掉他更加好 如果你回拍的時候 他很忠於原著 他有 如果你比較 這個和二十年代的版本 有很多 不算故事的話 有很多分別 首先他有對白 他不是一個墨片 第二他有顏色 他不是黑白片 雖然他有顏色 因為黑白片 他沒有顏色 所以 如果你要拍得漂亮的話 他有心機拍的話 其實可以拍得很漂亮 他原創的就是有這個特色 當他拍那個吸血鬼 拍那個城堡的室內的時候 那些光影 那些光暗 那些陰影的運用 是很好看的 有很多的畫面 其實是很Iconic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依然是經典 上網搜尋 Nosferatu 你會看到很多的劇 那些是一些經典的場面 你想不到一出戲 他可以剃造 這麼多的經典的場面 所以原創的影像方面 其實是非常出色 他這個 變成有顏色之後 他也會承襲 那種強烈的 畫面的表達 他也成功做得出來 當然 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連畫面都抄完 原創 所以你會覺得 他好像很沒有新意 但另一方面 你又要佩服他 就是你抄還抄 你知道可以抄得很入 但是他抄得來 是成功的 他是剃造了那種氣氛 如果是撇開抄不抄的問題 這張戲的畫面 那個影像 是很好看的 他那些陰影 好像鬼爪那些陰影 也配合他吸血鬼的形象 很多東西是配合的 所以他營造的氣氛是有效的 另外 在劇本上 那張畫面是一樣的 但是名字是回復 Dracula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原本 那一齣20年代 那一齣劇 叫做Nospheratu 裡面的白鳥 名字是Orloc 因為那一齣劇 當他拍攝的時候 他沒有 這個吸血鬼 Dracula 那一齣劇 的版權 所以 他的故事 照抄 但是他 故事 改了一些名字 其實有點像強國產品 哈哈哈哈 好像 新白鱗 那些 他想著改一點 不會被人告 所以原創的版本 Dracula 他改了做Orloc 所以他是Orloc 白鳥 裡面的吸血鬼 英文叫Vampire 他改了名字 Nospheratu 所以Nospheratu 其實就是Vampire 這齣劇 這齣劇 就變回原本的名字 Dracula 叫Dracula Vampire 就是Vampire 不過 這是一個有趣的細節 至於那些演員 我就覺得很出色 很出色 因為他原創的版本 那一隻吸血鬼 你會覺得很有創意 後面那些 經常做到一些帥哥 Tom Cruz Brad Pitt 那些 但是在20年代的版本 那個吸血鬼 其實他是一個毒癢 他是一個很孤狂的怪獸 幾乎是一個科學怪人 他是一個很孤独的存在 所以他是迷戀的女神 你會覺得很合理 在這個新版本 很難得他找到那個演員 好像Klaus Kinski 就複製到那種的氣質 所以那隻吸血鬼成功 但是這個 去到最後 跟原創的版本差不多 可能原創的版本還好一點 比起原創版本更加好 更加出色 就是那個女主角 原創版本 如果你問我 我根本就忘記了他什麼樣子 但是這個女主角 新的女主角 Isabel Ajani 就非常出色 真的很適合他做 可能是他膚色的問題 可能是他很白 又或者他對眼睛很大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其實在這張戲裡面 他不算特別漂亮 但是我覺得這個角色 就非常適合他做 因為可能他對眼大 他假裝害怕那個樣子 很真實 又或者他真的很蒼白 我不知道 但是去到那個片 最後有幾幕 就只有他 和那個吸血鬼 那幾幕 我覺得在影像上很深刻 那些是原創沒有的 就是看這個翻拍才有那種影響 所以這個 翻拍還翻拍 有賴這個女主角 有幾幕 是令人特別深刻的影像 印在我的腦海裡面 所以這方面是成功的 如果你說害怕的話 其實這張戲不是特別害怕的 但是有幾幕 就拍那些老鼠 真的拍得很好 你會想 究竟他在哪裡 找那麼多老鼠出來 真的很噁心 是不是 那些影像 那些 那個氣氛營造都不錯 但是沒有去到 令人說 真的很害怕 沒有這樣 這張戲最不好 我就覺得是那些音樂 我覺得跟那些音樂 就真的很不合 你看一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 為什麼在那裡 會用那種的音樂 你會覺得很奇怪 不過anyway這張戲 完全是超乎我的想像 就是翻拍戲來說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但是如果你說要選擇的話 我也覺得二十年代 那個是經典一點 但是這個作為一個翻拍片 其實都算是相當出色的 我給他的評分有B 作為一個美容 你第一個 谢谢大家